健身大佬参加特种兵训练能坚持多久 这就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健身达人 今天要来参加海豹突击队的公开训练 训练开始前教官先进行了一个简短讲话 大概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之类的 他训练了超过1000名海豹突击队员 基本都好好活着 他能保证今天训练完肯定让大家不舒服 训练分为4个部分 总共30分钟 第一个科目是淋浴 海豹突击队的待遇就是不错 直到天气热还会浇水给他们降温 但是淋浴时要做俯卧撑 不同于我们平常做俯卧撑 海豹突击队的俯卧撑要听教官的口令 教官说上就上 教官说下就下 参加训练的这些人 哪个没有发达的凶打击 可当他们做海豹突击队的俯卧撑时 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俯卧撑 才做了几个身体就有了反应 做完俯卧撑后 大部分人呼吸急促身体发热 没关系 还为他们准备了降温措施 需要用爬行的方式到另一个地方 这里准备了一个浴桶 浴桶里全是冰块 是要坐进去降温吗 不是的 是要他们屏住呼吸 把全身都浸泡在水桶里 来个彻彻底底的大降温 要我说身体差的人一身汗在钻进冰桶 别说降温搞不好直接凉了 教官也很不错 知道他害怕 还在一旁非常温柔的说着一些注意事项 不过真要是美国大兵 可就不是这种口气了 小哥做了几分钟的心理准备 硬着头皮潜了下去 可沉下水呆了也就几秒钟 就受不了刺骨的冰冷 说实话要不是教官觉得不合适 直接就会把他的头按下去 再次准备后 他大喊一声 然后沉了下去 我没这样玩过 但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现在肯定是全身肌肉紧缩 呼吸困难 冰桶会让他们浑身刺痛 身体差的可能直接就倒下了 第一个项目就把这群人折腾的够呛 别看都是一些简单动作 但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 第一个训练项目结束后 每个人都需要再来到冰桶里泡一下 然后再全力冲刺到远处的山坡上 再全力的冲下来 就这几下 已经把大部分折腾的快要虚脱 没有休息时间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科目 战场救援 把沙子和水放在担架上 每个人还要拿一支武器 团队合作 把担架运到远处的山上 教官说这个科目就是让他们休息 因为下面更残暴 教官把他们每个人的头都淋湿 然后把头发和脸全部糊上沙子 据说海豹突击队有中假说 身上越脏状态越好 紧接着他们要立起来 然后头一个从其他人身下爬过 以此类推绕地球一圈 爬完后再次来到冰桶降格温 下面就是休息环节 只不过是在担杠上吊着休息 谁吊的时间长 谁就是最后赢家 都是健身达人 这个科目对他们不算很难 很多人都能掉到两分钟左右 可看到接下来的科目后 他们彻底傻眼了 刚刚掉完单杠 就要抱着这根原木行走 所有人都后悔了 应该在单杠环节省点体力 现在他们的感觉是 腿发软弓二头肌酸痛 还要在他们身上浇水 这个科目的难点就在于 不分个头大小 个头矮的人可能会吃亏 但谁也不能滑水 有一人偷懒 原木就会掉下去 然后集体再把原木扛在肩上 来回交替 看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一张网图 美国大兵vs俄罗斯大妈 这个科目考验的 也是团队合作能力 谁都必须使出全力 谁也不能偷懒 看看他们的腿 现在都不由自主的在发抖 原木训练结束后 整个体验课就算是完成了 这些健身模组被折腾得够呛 这绝对会让他们永生难忘 实话说 其实他们今天接受的训练 被称之为迷你版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真实的海豹突击队训练 不仅使用的是水压更大的水箱 一旁还有口吐芬芳的魔鬼教官 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压力面前 训练难度得有多大